台中巡鳳宮是張玉仙姑神尊小時候生長的地方 而共有集結200多位的顯南信路一起北上 前往位在新北市新莊區民權里內的這間民鳳宮進行交流會鄉 張文新立章表示多數信眾都相信只要能夠專過全國奏爾神教就能夠消災解惡祈求平安 因此在這次共有的會鄉交流中 也安排了嫩九咖的活動吸引了大批信徒貴拜搶嫩九咖的場面令人好感動 嫩九咖就是我們讓大家在嫩九咖給新名保備 保備大家平安順序 鮮南信路很多都在那裡都拜堆來跟我們成功做來歡迎他 保備大家都保守安全安心 台中玄奉公更希望透過嫩九咖公墓神恩為地方祈福消災 尤其在隊伍經過新莊名奉公的時候 神明主教及各鎮頭沿著街道繞進祈福 場面熱鬧非凡 還有我們最近地人比較平凡 也有這個鳳台要來 在這裡我們信任保備我們信徵大家所有的利益都平安順序 歡喜廟宇之間的這場交流活動 地主新莊名奉公也準備多樣美食佳肴 熱心招待遠道而來的貴賓和參加的信仲 就是要讓大家吃爸爸快樂迎接嫩九咖的造訪 以示服信仲保佑平安 記者黃又嫻信中報導